大家好,我是舰长蔡燃福 前一阵子有个网友在网路上问我说 苹果切开之后,如果接触空气 它的表面会出现褐色的反应 这个问题是很常看到的 这个叫水果的褐化 它的颜色会变成褐色的 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苹果变褐色 代表它含有铁 铁通常氧气会氧化成氧化铁 或者变成别的氧化物 会出现像铁锈一般的颜色 就会误以为是不是苹果富含了铁 所以吃苹果可以补血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 为什么苹果切开之后 它的果肉表面会出现褐色的反应 这个荷变这个荷花反应是什么发生的 如果食物经过某些过程 而产生褐色的颜色变化 就叫荷变 那荷变有很多原因 包含加热它的焦糖变化也会有 好,那这个是食物转变黄荷色的过程 那其中荷变的一个机制叫做 酶醋荷变 那酶醋就是酵素引发的 那我们以苹果为例 苹果其实它的果肉中还有很多的分子 包含一些分子叫多酶类的分子 多酶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OA菌基 然后可能很多个 所以一个叫分 很多个就是多酶 好,那多酶呢 我们的水果 我们的苹果的那个细胞里面 也有一群叫做多酶氧化酶的酵素 这是酵素 只是通常这个多酶跟多酶氧化酶在细胞里面会分在不同的结构里面 这个结构是完整的时候就被分割 可是当你那个刀子一切 细胞被破坏 结构被破坏 就会造成多酶释放 然后多酶氧化酶也释放 他们就会接触到 那接触到的过程呢 如果你空气又接触了氧气的话 那我就会把这个多酶 透过多酶氧化酶跟氧气结合的过程 去形成这个分子 这个分子叫坤 坤就是把这个OHG变成双界的氧 这个分子叫坤 好,那坤就会出现比较褐色 黄褐色的样子 所以我们的荷变就是因为我们的结构破坏 造成分接触空气中的氧 以及同时释放出来 接触到的多酶氧化酶酶来做催化的 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这个现象之后呢 就代表不是因为苹果中含有铁离子 然后碰到氧 然后那个铁的氧化变成铁锈 不是这个原因 是多酶转变成坤而产生颜色变化的 好,当我们知道原理之后呢 我们再切开苹果 要如何来防止或减碗它的合变呢 好,通常几个方法 都按照我们知道它的原理来推论的 因为那个多酶氧化酶是酵素 那酵素是怕热的 所以如果这个水果煮熟了 它就比较不会合变 另外呢 有些人会加比较 酸性比较强的一些物质 可能是果汁 可能是柠檬汁 让它变酸 那很多酵素的那个催化活性 是跟酸原子有关的 当你的这个水果 它表现变酸性的时候 这个酵素活性会比较低 那有人会加盐水 那盐水也是研究证明 它会抑制这个酵素的这个活性 所以这个是针对酵素 那我们看说河边是酵素最化 但是需要跟氧结合 所以如果今天 你在这个苹果表面 有些遮蔽物 可能有些容易 有些胶水 或是什么 遮住的话 或是用保鲜膜遮住 只要跟氧隔绝的话 那这个反应当然就没办法进行 因为它的反应物 就接触不到了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反应是跟氧结合 然后产生的氧化反应 如果这个物质 我们添加了所谓的还原剂 或叫抗氧化剂 就可以抑制掉它的氧化反应 我们叫它是还原剂 把氧化反应抑制掉 那就有机会 也是可以防止它的荷变 所以我们的苹果切开之后 不外乎 王子合变的一些方法 不外乎这几个方式 那这几个方式 其实都是依照我们学过的 或是我们知道的原则 就是合变是因为 我们把多分 透过多分氧化酶 然后氧化跟氧结合 氧化成昆 昆就是比较偏黄褐色 这就是荷变的过程 好以上我们就把苹果 为什么接触空气 切开之后接触空气 会产生合变的一个原理 说明到这边